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竹联邦分子介入台北市计程车排班一案,日前依控和取财等最起诉绰号共玩的竹联邦的堂地龙会会长卢俊林等多人,起诉书揭露,卢南未读了载客前往新北市九份的计程车生意,以后挡风玻璃的大黄蜂贴纸为车队识别, 长期霸占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出口的排班生意,因还有至少三名黑衣人涉案,北捡以另分谈案扩大调查中起诉书指出,已担任运江维也的卢南等车队运江,看中北捷中校复兴站2号出口处,有机龙客运1062路线公车载客前往九份,为独揽该区运江排班生意, 涉嫌以竹连帮帝堂的帮派背景撑腰,自组台湾黄金八大团队黄蜂车队,排挤外来的排班运江在客检方查出,该车队向有意加入排班的运江,按月抢索归费3000元,加入车队的计程车,后挡风玻璃上都会张贴大黄蜂贴纸, 只要有其他飞车队的运江加入排班在客,并会被要求缴交归费,否则就会被黑衣人枪声,甚至被威胁拿球棒砸车,有年迈的运江在中校复兴站2号出口在客,随即被卢南等人叫缩小弟恐吓,老任家不要跟小弟玩啦,小弟会去找你啦,小心他们拿球棒砸你。 老任家身体要顾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啦。 该名被恐吓的运江,担心日后无法排班做生意,不得已只好按月交交3000元归费换许平安捡警接获被害运江报案后,去年时,11月间, 迟搜索票钱网卢南等同伙的住处搜索,分别查扣伸缩手电筒警棍,喷雾防身催泪剂,球榜,小武士刀等物证。 此外,检方查出至少还有三名黑衣男子涉嫌恐吓排班运江,以另分探案侦办中。 G g G